宋慧乔意外曝光再婚的证据 最近是宋慧乔在国内外非常忙碌的日子 这也是他一直期待着人生中最大的喜悦的日子 从获得奖项到参加大型活动 他总是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 最近,当他来到美国参加活动时 他发布了许多照片 其中有一张社交媒体用户特别注意到 宋慧乔似乎暗地里与某人再婚了 网民肯定的证据是他最新发布的照片中 左手戴着结婚戒指 此前,网民已经非常注意了 通常他不戴或戴另一只戒指 宋慧乔保持沉默也可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最近关于他感情生活的传言太多了 尚不清楚真相如何 但如果宋慧乔真的找到了好丈夫 那对所有网民来说都是好消息 韩国美女宋慧乔曾经爱上过韩国顶尖男星李炳宪、玄斌、宋仲基等人 因为合作拍戏而结缘 但他的感情都少有圆满结局 宋慧乔出生于1981年 因其在电视剧中的表现而受到观众的喜爱 如那年冬天风在吹幸福的家、秋天的童话、太阳的后裔、我们正在分手等 此外,他也是广告和杂志摄影的热门人物 他被誉为韩国荧幕宝石或永保青春的美女 因为她的出众美貌而备受瞩目 韩国美女有着与众不同的情感历史 与众多明星纠缠不清 经常被观以花心的标签 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 女演员承认 她很容易沉迷于角色之中 并需要时间才能解脱出来 当一个项目结束时 经历过感情挫折后 宋慧乔分享了她对爱情的看法 我更开心当我给予时 有很多种爱 比如异性之间的爱 同性之间的爱 朋友之间的爱和对你所崇拜的人的爱 当我给予他们而不是从我所